以赛亚书第28章 以法连那些醉汉所带的高傲冠冕有祸了 他在肥美谷山顶上的荣美有祸了 他必如江残的花朵满了喝醉酒的人 看哪 主有一个大能大力的人 像一阵冰雹 一阵毁灭的暴风 像仗义猛流的大水 他必用手把他摔落地上 以法连的醉汉所带的高傲冠冕 必被践踏在脚下 他在肥美谷山顶上 如江残的花朵一般的荣美 必像夏天以前出售的五花果 那些看见他的人都必注意 一到手里就把他吞吃了 到那日 万君之耶和华必做他愚民的荣耀冠冕 也必做在位上施行审判者公平的心灵 并坐在城门口击退敌人者的力量 就是这地的人 也因酒摇晃不定 因浓酒东倒西歪 祭司和先知都因浓酒摇晃不定 被酒弄至昏乱 因浓酒东倒西歪 他们见异象的时候摇晃不定 他们判断的时候也颠颠倒倒 因为各席上都满了污秽的呕吐 没有一处是干净的 他们说 他要把知识教导谁呢 要是谁明白他所传的信息呢 是那些刚断奶 刚离开母怀的吗 因为他所说的只是些重复又重复的话 和毫无意义的字母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罢了 耶和华要借着外族人的嘴唇和外族人的舌头 对着人民说话 他曾对他们说 这就是安息之处 你们若是疲乏的人得安息 就必得着这安息的地方 但他们不肯听从 所以耶和华对他们所说的话 就成了重复又重复的话 和毫无意义的字母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以致他们虽然往前走 却必仰面跌倒 并且跌伤 陷入网罗被缠住 因此 好讥笑人的人啊 就是管辖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人民的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因为你们曾说 我们与死亡立了约 与阴间结了盟 刑罚的鞭子扫锅的时候 必不会碰到我们 因为我们以谎言做遮蔽 以虚假做庇护 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在西安放置一块石头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的基石 宝贵的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我要以公平为准绳 以公益为献陀 冰雹必把谎言的遮蔽冲去 大水必漫过庇护所 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要废除 你们与阴间所结的盟 必立不住 刑罚的鞭子扫锅的时候 你们就必被践踏 每次扫锅的时候 都把你们抓去 因为每早晨他必漫过 白天与黑夜也是这样 人若明白所传的 必受惊恐 床铺太短 人就不能伸直 被窝太窄 就盖不住全身 耶和华必像在 皮拉新山一样兴起 又像在鸡变谷一样发怒 为要做成他的功 他那奇妙的功 好成就他的事 就是奇异的事 现在 你们不可再讥笑了 免得捆绑你们的绳索 绑得更紧 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到 决定要在全地上实行毁灭的事 你们要侧耳听我的声音 留心听我的话 农夫怎会不断耕梨来撒种呢 他怎会常常开垦耕地呢 他离平的地面 不就撒种小茴香 播种大茴香 暗行列种小麦 在指定的地方种大麦 在田边种粗麦吗 因为他的神教导他 只教他正确的方法 打小茴香是不用肩爬的 亚大茴香也不用碾轮 而是用杖打小茴香 用棍打大茴香 做饼的鼓励 怎么要碾碎的呢 从来没有人碾碎他们 虽然他让车轮和马匹滚过鼓励 却不会把他们碾碎 这也是出于万军之一和黄 他的谋略奇妙 他的智慧广大 这也是出于万军之一和黄 他让车轮和马匹滚过鼓励 他让车轮和马匹滚过鼓励 他让车轮和马匹滚过鼓励